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八百六十四集 你可以逃命了 远离南院的京郊 骆玉恒猝眉 望着对面那道黑影 他脚踏绽放的黑莲 身上流淌着漆黑的浓野 双眼流淌着深深的恶意 黑莲所处之地为中心 放圆树里 直入枯白 动物双眼赤红 失去理智 只知道交配或彼此厮杀 细微处就连城市都在相互厮杀 怪贼女儿 黑莲舔了舔嘴唇 发出吃溜的声音 语气既邪恶又隐晦 快来师叔这儿 师叔带你双修 让你尝尝做女人的滋味 骆玉恒嘴角抽搐了一下 劈出手里秀气斑斑的铁剑 怒斥了一声 滚 慈慕的剑气胜过骄阳 交配的动物重止顺肩毙命 这仅仅只是被磁剑蕴含的剑翼波及 绽放的黑莲花 喷涌出地全般的漆黑粘稠液体 它们争先恐后地裹住剑气 迟迟生离 很快就把洛玉恒奋力批出的一剑 消失殆尽 哼 你能当几剑 骆玉恒冷笑一声 暴剑螺旋冲天 旋转之中一道道犀利的剑气击舍 剑翼迎满天地剑 痴痴痴的 黑莲到手被这些暴雨般的剑气洞穿 但她的身体仿佛是臭水沟的污泥组成 漆黑液体流淌 修补了洞川的伤口 反倒是周围的地面 炸开一个又一个剑坑 像是刚被炮弹洗礼过 黑莲到掌身外流淌的液体 似乎暗淡了一分 在攻杀之术不弱武夫的人宗剑术之下 想来还是受了点伤的 黑莲到掌 沈吸一口气腹部鼓起圆球缓缓上移 到了喉咙处时猛的喷出 黑莲到掌喷出一挂 漆黑长河 将洛宇恒包裹 似乎要带着她一起堕落 嘿嘿嘿 怪侄女儿 师叔缠你身子很久了 哈哈哈哈 黑莲到掌神经致使的狂笑 既邪恶又疯狂 吃的一声 秀气斑斑的铁剑破开啄流 光滑一闪 将黑莲到掌穿心而过 骆玉恒的身影 凭空出现 握住铁剑抖了抖手 将剑刃上的少许漆黑液体抖落 他不能沾染对方象征堕落的力量 哪怕仅是沾染一点 也会勾动他体内的液火 但这把剑可以 这把铁剑是人宗历代祖师传下来的镇派法宝 凝聚着历代祖师的剑意 因此方才 骆玉恒人剑合一 融入铁剑之中 欲剑破开粘稠液体 黑莲到掌捂着心口惨叫起来 他被激怒了 一下子觉得美艳动人的狮子女不可爱了 恶意满满尖叫道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我要抓你回去双修 我要抓你回去双修 到底是杀了还是双修啊 好烦好烦好烦啊 神经质般的怒吼中 他的身躯忽然探索 化作一个足足一栋小楼那么大的黑色人脸 由粘稠如糖浆的漆黑液体组成 人脸张开大嘴 朝骆玉恒扑去 要将他一口吞下 国师翻转布满铁锈的铁剑 轻轻的递出一键 哄的一声 人脸爆碎 天空下起漆黑的卓雨 剑光掠出树里之外 将一座山头削断 物渍飞射而去 消失在视线尽头 骆玉恒持剑而立 表情淡淡 就这 本尊决定了 本尊要杀了你 黑莲到手的身形重聚气息又暗淡了几分 这个讨人眼的失侄女还是杀掉吧 金莲求我帮忙过联手对付你 我不愿意帮她 纯粹是不想冒险 事不关己罢了 不过 这一次求我出手的另有欺人 既然是她开口 那我不妨拿出点真本事 骆玉恒轻轻摇破指尖 在秀气斑斑的铁剑一抹 轻声说道 黑莲 你可以逃命了 自信 又霸道 真得地狂笑起来 许气安微微变色的模样直戳她内心的爽点 作为一个张扬情绪的妖道 她很享受这样智商碾压的感觉 让这个自以为是救世主的小子 明白自己到底有多可笑 有多卑微 三品巅峰的武夫杀起来确实费劲 但是没关系 很快你就会尝到极致的恐惧 真得地戏谑谑地看着她 期待从许气安眼神里看到警惕和困惑 以及一丝丝的慌卵 但她等来的是许气安的神效 你跟我说这么多废话 是在等怀王吧 这次轮到真得地脸色微扁 眯起眼睛 她有些警惕地困惑地盯着许气安 喝了一声 你的脑子看起来还不是摆设 但你知道又如何 大凤还有人能阻拦一名不死之躯的武夫 许气安置若罔闻 目光则落在远处远景地的尸身 掌控一气化三清秘书的人 只要有一具分身没死 给予足够的时间 就能重新修除两具分身 当然 被斩的肉身是无法复活的 远景地这具肉身已经死透 但是怀王不一样 怀王是三品武夫 自身进入三品后 许气安很清楚 只要堵入足够的气血之力 三品武夫我找不出来 但谁说拦住三品的 就一定得是三品 许气安反问的 真得地脸色一沉 他目光冷冷地看着许气安 语气透着森然 你知道怀王是怎么复活的吗 这就是我杀魏冤的第三个目的 来呀 互相伤害呀 许气安笑容缓缓收敛 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找死 大战瞬间爆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